所以妳是真的親陌生人嗎 怎麼選的 看哪個比較可愛 沒有 就那個是我們就去 然後跟張君兩個 我們就想說那既然兩個 我們兩個都今年滿30歲 想說去瘋狂一下 很少就是姐妹出國 所以就想說那什麼事是可以 沒有男朋友的時候做 然後我們就想了幾件事這樣 然後那個男生是 我們那時候剛好是有 其中一件事要去跳海 所以我們坐了一個船到一個 很像那種摩登原始人的島嶼 然後它上面有非常多跳台 你可以在那邊浮潛 然後跳海 或是任何事情 然後那個船是一艘 就是完全沒有遮風避雨地方的船 那你就上那艘船 它就開始無限供應你酒精跟食物 然後你就上那艘船之後 它就開了41個小時到那個島 一直說它不是酒鬼 它整個都... 它也有不同飲料 就是它就是一個套餐這樣 然後你就到那個島上 它也是不斷的有BBQ跟酒精 然後你才會敢去跳海跟去 因為那個非常高 然後它就是真的一個台這樣伸出去 所以那四十幾個人 就會被放到那個島上 然後那船就會開走 然後可能是下午四 五點 騷操船才會再回來 這是一個狂歡嗎 所以我們... 可是你都不認識那些人 所以那些人都是 我們在那個島上認識 可是因為我太不敢跳海 然後張鈞一定逼我 所以我就在跳的時候其實已經 所以我已經把自己灌追 才跳下去 所以我後來已經失憶 我就已經就是在那邊睡覺 所以後來要走的時候 妳喝醉跳海下去 因為我真的不敢跳 不會跳下去就已經醉在下去 對啊 怎麼辦 妳要自己游回來嗎 對 因為我一直都不敢跳 然後大家都跳很多次 其實就每個人都這樣 就很自然跳下去 可是因為我真的很怕高 所以等到我要跳的時候 已經整個島上的人 當大家都不跳就停下來 就一直在幫我加油 然後就有點奇虎難下 想說那麼多國的人 然後就大家都不認識 然後我就這樣走到台上 我就要來回走了五次 我每次回來就喝一瓶啤酒 然後最後第五次的時候 我跳下去 然後跳下去之後 還有一個台要這樣走上來 然後張鈴鐺就說你好棒 然後我就繼續往前走 他說你要去哪兒 我說我要再跳一次 然後我就再往前走 然後就這樣跳下去之後 再上來之後 我就不記得我到底做了什麼 然後下一個畫面 就是我已經在船上 然後就狂風暴雨 就很像那個少年拍 就突然不知道為什麼 那麼多狂風暴 少年拍 妳是HAND OVER吧 幹嘛講得那麼有氣質啊 真的很恐怖 明明在嘴裡上就快走 然後就拍狂風暴雨 然後我跟張鈴鐺就穿一場 然後我們就跨到洞鞋上 妳知道為什麼少年拍 因為HAND OVER 廁所裡又有一隻老虎 然後把自己吵架 所以... 所以妳斷片 妳還能夠 我沒有斷片 我就是睡著了 然後就起來 然後那個男的就... 因為雨真的太大 然後很冷 就突然變很冷 那男的就突然站在我後面 就幫我們擋風 然後因為我們其實在島... 是哪一國人 他不是老外 可是他講英文 不是... 對 他可能是從小 都在美國那邊念書 然後可是他可能是越南人吧 所以我知道他在阿富汗工作 我的印象只有到這邊 所以外型是可以稱得上帥嗎 還不錯 然後後來因為他有兩層龍 他就把我們擋風之後 我跟張鈴鐺就覺得好感動 想說 然後又夕陽又下來 然後... 對 然後... 我想他最... 沒有 全有兩層 然後後來就又夕陽又下來 然後又很美 然後那個暴雨又結束之後 我們就約那男生說 其實我們有一個遊戲 你要不要跟我們上到那個樓上 因為樓上沒有人 大家都在那邊避風 然後就這樣 所以陳怡涵 妳應該做得不只是親嘴而已吧 沒有 真的就只有這樣而已 妳斷片 妳怎麼知道妳做了什麼事 沒有...滿老的 這個照片妳就放在一次 而且男生聽到女生說 我們有一個遊戲 妳到樓上來 她是妳做何感想 沒有 她是露天的 就是...對啊 然後... 男生不在乎路 但是妳還是會選到他對不對 妳一直都已經... 我們選了五天啊 才選到他 而且因為這個我們已經要走了 然後再不選 這個遊戲就沒有辦法結束 可能就要去機場找人 那妳朋友有沒有選到 我們都... 後來我們兩個都親這個人 這個男生太爽了吧 跟他同一個人啊 對 那他知道妳們是女明星嗎 他後來有... 後來好像有互加Facebook 然後他就有...我就有跟他說 他說妳現在台灣還滿紅 他就問為什麼 他說因為我親了你們嗎 我就說沒有 他就說你們是誰 我就說是秘密 然後那陣子他就有說 他要來台灣看看 然後我就再也沒有回他了